欢迎大家收看《科学新知》 我们今天开头有一位神在《科学新知》很少见的朋友出现 就是李嘉诚 出现过的 其实在《科学新知》他出现过 是啊 但就不是那么常见 因为他不是科学家 但他虽然不是科学家 但他近年对科学的资助相当之重要 有一宗新闻 这一宗新闻就很厉害了 昨天我在电视上看到的就是 这个人是港大 就研究了一个新的去医治肝癌的方法 我看到李先生非常开心 真是亲自出现 还要说一番话 这个证明了对于他来说这个投资 那个回报是相当之厉害了 所以说回报不是常说钱的 而是说 在科学上他之前也有支持过一个 诺贝尔级的研究 我记得应该是那个是 基因剪接 基因剪接 这次我相信要由陈志文博士去介绍一下 就是为什么一个医治肝癌的方法这么轰动呢 我想大家可能在香港本地媒体都看到一些相关的资料了 但是当然了 整个原理本身 有些其实更加比我们想象中有趣的东西 因为可能在新闻本身你看到就是 超声波 然后可以用超声波的能量 来去打散那个癌肿瘤 现在用来放在肝癌那里 效果就比较理想 而且另外一个在新闻上你看到的消息就是说 香港算是世界上比较早的一批地区 所以是可以有这种最新科技的癌症治疗方法 他就说到是亚洲是第一个 那的确实时间是快的 那当然一会儿我会再仔细一些解答 就是解一下那个原理 那首先提一下这种这样的技术先 他说要用超声波来去射烂一些东西 来去医癌症这样的样子 但是对于大家来说呢 其实80年代你已经听到一些超声波技术的了 拿来去做素描啊 拿来甚至乎你去那个眼镜店洗眼镜啊 甚至乎是有一些的超声波拿来打神石那些东西 其实你说的呢 三十多年前你都已经有了 那为什么今时今日这种技术 就可以拿到来去医癌症 那中间就是为什么 是不是这么晚才有人想到 为什么要花这么久呢 我觉得这个才是在科学新知特别要讲 就是而其他新闻 你不是那么容易跟你慢慢解释的一些东西 那这里呢 台长你展示了出来这个字眼 他那种技术就是一个很难串的字 Histosonics 那他那种技术本身就是Histotropy 这样一个这样的技术 就算你问我怎么读 我也是硬拼出来的 但是这种呢 可以讲的就是说 用到超声波来将一些东西激碎的一种这样的意思 那 现在台长你展示出来的这个新闻 他就不是讲肝癌了 他就讲的是用来去医一个肾上面的肿瘤 但是都是今年的新闻来的 而且是年初的新闻来的 那个技术本身呢 其实呢 这个只能怪我自己见识有限 就是一直发展了这么久呢 我自己都没有拿来去做科学新资的专题 那这个是纯粹因为我自己眼界不够闊 那原来看回那个消息呢 就是说呢 在去年的年底呢 已经是在FDA批准了的了 就是那个美国的FDA 就已经批准了这个 就是安全的 是无害的 就是他所讲的潜在风险全部 都是在我们合理的估算之内的 然后呢 就正正式式呢 在美国拿出来去癌症治疗呢 其实都讲的是在今年一月 才在芝加哥那里出现的 那就拿来去治疗 几种我们在之前的研究实验里面 试过比较可靠可以治疗到的癌症 那就包括一些肝癌 那现在这里讲肾脏的肿瘤 那先前甚至乎探讨过 可不可以用在前列腺啊 或者在皮肤啊 或者是一些呢 牵涉到这个内分泌那些神经系统 就是去到差不多是那个 就是老脊水那附近的那些地方呢 都有考虑过用这些这样的方法 去治疗那些地方的癌症的 那我就想问一下台长了 就是如果听到你这个 就是这里讲的 一个超声波治疗癌症那样 你会不会理解到 其实那个好处和不好处在哪里 就是就你在新闻上面看到 没有的 你不用开刀嘛 最重要的事情 那你知道啦 如果譬如说肝癌呢 第一件事它很痛的 第二件事呢 就是它会令到一个人很瘦 那如果你说纯粹是切了肝 那就是有人捐肝 以前听到很多人要捐肝脏出来 去救肝癌症的病人 那现在这个超声波 那最重要的一件事呢 就是它是不用开刀的 是 那我想你这里就讲 讲了最重要的那个重点 它因为呢 不用开刀可以这样隔山打牛呢 就令到它呢 其实一些更加晚期的癌症 都可以有治疗的希望的 那这里要解一解 首先我们要集中讲肝的癌症 那其实肝癌 医治肝癌在香港来说 算是一个比较领先的技术 就是香港医肝癌是世界有名的 那 而且你也会看到 就是李嘉诚基金会 甚至乎李嘉诚自己 在这个香港的很多的医院里面 去捐助那些项目 甚至乎就是你听过 李嘉诚医学院这些这样的字眼 那它一直是放了很多资源下来的了 那甚至乎可以看到 就是由李嘉诚自己捐出来的钱 尤其是在这些医学技术上面 其实更加早在香港就已经捐了很多了 那然后就再放到这个在美国的 甚至乎那些基因剪接技术 甚至乎你听到那些叫做 人造的培植肉 我们也有说过 甚至乎今次这些叫做超声波致癌 也有去分 那要提一提 癌症本身这件事 虽然它可以是开刀 而且肝脏有一个再生的能力 但是呢 其实很多可能听过 家里有肝病的朋友 如果牵涉到家里人有事的话 很多时候能不能够接受这种手术呢 都很视乎看你的肝功能剩下多少 你的肝功能剩下不够的时候呢 你捱不了这些刀 就是你的身体有一个固定的复原解毒能力 就是因为你开刀很伤的 你可能最后你连那个肝功能 就是令你开了刀 令你双上加伤又更加麻烦 所以呢 如果能够尋求到一种不用开刀的方法 对于任何癌症 你可以就这样 好像武林高手那样 一个内功打散了个癌细胞 而且还要专选癌细胞来打散 不打散其他健康组织呢 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疗法来的 那我们现在现世上 有没有一些类似的疗法呢 其中一样就是我自己比较熟悉的 就是用辐射的那些叫做电疗 其实就是一个辐射的疗法 但是辐射的疗法有个麻烦的地方就是 你要做很多剂 就是很多时候那些电疗 你是给一个疗程 一个二十个月 一个两个月的疗程 然后在那段期间 就一个星期 可能五日六日或者七日你要去照 然后就28剂 35剂 甚至后来再加上去都不期 有些甚至乎是开完刀之后 你要再射一个辐射下去也都有 那辐射有个麻烦就是 它是无差别攻击来的 它是健康组织又打 癌组织又打 然后你驳驳 癌组织是吸收多些 毁坏多些 于是最后就是 好的细胞损失50 癌细胞损失100 那你就驳驳健康细胞 可以去赢到癌细胞了 那就是一个 有小小七双拳式的做法来的 但是今次这个超声波治疗 可以就是说 只要你这个超声波的技术 调教得好 是可以做到 幾乎是只打癌细胞 就不打这个健康的细胞 那这样就是我觉得最 最厉害的地方 他怎么做到这个这么精致的分别 是啊 就好像你想一下 大家家里有用微波炉 这样 你会知道微波炉很有趣的 它加热食物的原理 就很视乎你那件食物 本身有没有一些水里面的化学的化学件 就是说比如水和氢结合的化学件 你能不能够用微波打到它 令它共振 于是乎就激发到整个水分子震动 于是水就沸腾了 那些沸腾了的水就加热你整件物件 在这里你要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那个物质本身 它不是每样物质都对微波有反应 但是唯独是只要你的食物 通常就是里面有水分 你的水分是对微波有反应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一些 只是打动水 不会打动其他的东西 只是透过打动水 已经可以整件事加热了 所以微波炉去加热食物 其实就不是一个无差别的加热来的 它不是将所有的分子一次过加热的 是特别针对水分子去加热 那大家如果明白了这个原理 就是说世界上很多时候那些辐射 去加热一些或者打击一些东西 你如果能够夹得对那个辐射的震动频率 我这里说的辐射我很含糊的 我没有说是一个电池辐射还是一个音波辐射的 但是在这里里面牵涉到的原理差不多 无论电池辐射也好 音波辐射也好 如果你的震动频率是和你的主受体 本身它里面拥有的物质 里面一个自然频率是夹的 它们会共振 说回人话的说 就是说你的食物本身有水分子 你的微波炉的微波 频率是和那个水分子的自然频率是一样的时候 它就可以共振了 那个微波的能量就特别容易传输到 那个水分子的能量变成水分子的震动 从而加热物质 然后你那个超声波也都有类似的情况 如果你那个超声波和你本身打下去的 那件准备接受超声波的受体 它的频率是一致的话 那它就特别容易激发到 那个受体的一些震动 那这里来说就是 如果说那些打碎腎石 都有些这样的道理在里面 腎石本身它这些结石的物质 它是会有一些频率特别容易震碎它的 但是这个频率 能够震碎结石的频率 不代表你可以震碎其他身体的软硬组织的 所以在那个伊腎石的时候其中一种方法就是 你这个人去浸下一个缸 然后在一个缸里面 就会有很多的超声波射线源 那这些超声波就会在整个缸里弹来弹去 那它会不会都弹出外面 都有但是效率不高的 那主要就是在那个水里面弹来弹去 那于是乎你的人浸了这些缸水里面 这么多的超声波的时候 如果超声波的频率是教得对 是可以打碎碎石的频率 那些身体里会发觉 就是你的骨头不会碎 你的肉体不会碎 就是那个腎石碎了 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是的 就是这样的碎神石的技术 其实很多年前已经有 那但是为什么今时今日 我才能够用到在那个肝脏那里呢 那首先要注意到 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想说清楚 第一就是 今次去做的这种肝脏 用超声波粉碎癌细胞的技术 是要很导向的 因为癌细胞它本身的质身 和正常细胞的质身 差异不大 所以你一定要调节那个 就是频率调节得很好 令到那个超声波 是专打这个的癌肿瘤细胞 而不是打那个正常的健康细胞 就是说你就算正常细胞 你射到下去 那正常细胞对那个超声波 没有什么反应 当它透明 不会被它震了 这样 你知道结石的差异 和人身体组织其他的物料上的差异很大 但是癌细胞组织的差异 和其他周围正常细胞组织的差异 是没有那么大分别的 所以你要fine tune它 是需要仔细一些 这是其中一个简单的原因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它经常在物理机制上 是有不同的地方的 这次的时间剩下不了 我尽量都解释了 其实呢 现在这次去用的这个超声波呢 是就和你平时那些碎神石 和你去眼镜店洗眼镜的超声波是不同的 那些是一直放在那里 它给出那个超声波是一个默充来的 就是一些很短的默充 短到就是以一个比百万分之一秒 甚至乎更短的一个默充 但是呢 它那个的幅度是很大的 就是说你可以说是一个持续时间极短 但是声量音量很大的一个声波来的 但是因为它是超声波 基本上我们的耳朵是不会听到的 但是你说地球上有些动物会听到 那这个要查一下频率试至 它是一个极短 但是幅度极大的默充 那我会说其实是什么呢 是一个音波炮来的 一个超声波的音波炮 所以你说用这次的理解呢 你就千万不要用那些 平时的眼镜铺洗眼镜的那些 就是那些原理去理解 它其实是一个极短 能量集中极高的音波炮 就射向那个癌细胞那里 那个癌肿瘤那里 癌肿瘤那里 癌肿瘤那里也是跟正常细胞一样 很多的水分在那里 就是你突然之间在那里 就是牵引了一个极大的震动 震动大到一个地步 就是那里的癌肿瘤那些组织 被牵动到震到快到的地步 是出现了一个叫空腔效应 这个空腔效应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如果你在水那里 人就做不到的了 你有没有想过在水那里出拳 快到一个地步 可以令到那些水跟不上 令到你的拳头后面出现了真空状态 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呢 这个没有一个小处 是的 人是做不到的 但是你知道自然界有一种生物是做得到的 你有没有听过 这个真的不知道 是的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学螳螂拳 不是螳螂做到的 是螳螂蝗 用我们本地话来说就是賴尿蝗 賴尿蝗其实都是螳螂蝗来的 其实賴尿蝗可能有人听过 你不要乱找手就这样捉賴尿蝗 让它的爪一抓到爆了血 因为这个爪劲到一个地步 就是这个賴尿蝗在水底出拳 是可以连蟹壳和蟹壳都拨穿的 拳快到一个地步 是那些周围的水跟不上它的拳头 令到产生一个空腔效应 令到它突然间产生了一个低压的地方 周围的水遇到低压就会怎么样呢 就会变成了气体 你可以当是水都煲滚了 但是它不是一个温度很高的煲滚 就是因为那些水一遇到低压 就会变成了气体 于是乎就会突然间出现了气泡出来 所以那些賴尿蝗出拳会有的气泡走出来 是一个在水里面一个很独特的现象 而这个现象正正就是出现了 现在在超声波致癌的肝脏里面 那个这么厉害的超声波密充的阴波炮 打到肝脏里面的肝脏里面的时候 就好像一个赖尿蝗出拳 在水里面出拳那样 产生了气泡效应 这些气泡就把癌细胞组织炸裂了 炸散了 所以为什么我说是一个阴波炮就是这样的意思呢? 所以于是乎你完全可以追着这个癌细胞组织 然后它放这个阴波炮来打散它 我最后再解释一句 因为它不用开刀 基本上不用出血的伤口 微创也不算了 就是用内功来震散那个癌肿瘤 只要你能够找到那些癌细胞在哪里 就算那个癌症已经扩散了 只要你能够找到显影剂 找到方法来挖住它的话 基本上就用这些东西追着来杀的了 所以变成了一个比较后期的肝功能 已经更加差的一个病人 都可以接受到这种治疗 就不用捱一个出血的一刀 而且就是说一刀搞定了 不用再之后再重复来再反复去做 所以它无论是给那些开刀 和那个放射治疗 都是更加完美就是这样的意思 你经你解释之后 为什么这个标题用bubbles 完全明白了 是的 所以一般的媒体未必会讲到这个层次 但是我觉得 我要强调就是 它和你一般那些碎神石 和洗眼镜的超声波原理 都是超声波 但是里面最后用到的那个物理效果是不同的 这个题材 我相信如果你有机会 你再可以深入讲些 因为那个趣味性相当的强 是的 只关于我们今天那个题 就是一节的时间 较短的 就未必能讲得完 但是如果有更加多的发言 其实很值得再讲这件事 我自己也会在其他节目 都有机会我会再讲的 当然在科学生之后 我都可以再拿出来讲的 好吧 我这节目在这里结束 我们下节再回来 嗯